这是一张由美国人葛维汉 会于1934年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图 图纸以当时发掘地所在的燕家院子为中心 标注出遗址区内的重要位置和走向 七十多年后的考古图中 三星堆遗址的趣味和走向 与当年仍相差无几 不同的是 在燕家院子的东西南面 横跟出三道巨大的土梁 这是考古者揭示出的三星堆古城墙 2005年 在对青龙包遗址进行发掘的同时 考古学家在燕家院子前的西城墙下 解释出又一个秘密 推想中的古城水门出现了 还有这个水门问题 如果是我们把它弄清楚 确认是水门 那么对于这个古城的人士 那就非常重要的 那么就是亏确认 那么就是三星堆这个古城 令人们出入 它主要不是从土地 从达到走 而且是从随到走 三星堆遗址的北边和中心 分布着两条水系 鸭子河与马木河 鸭子河每逢夏季 仍水量充足 从地缘上看 这一带 建于闽江水系和陀江上游水系的众多河流中心 周边有大小河流十数条 自古平原一端的金塘峡口 河道辖寨 风水期汇入陀江的几条大河 水势凶猛 造成峡口崩塌而雍色河道 洪灾雨水是成都平原 自古素有西数天楼之称 水可能交融着这里千万年的生死故事 在距离三星堆博物馆赋予现代色彩的建筑物 直尺直咬的鸭子河中 古老的图画仍然保留至今 每年的夏季 周边的渔人都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河中捕鱼 这种捕鱼的水禽被当地人称为鱼老瓜 因为它全身乌黑 目光如电 又被称为乌鬼 在博物馆中 人们看到了大量长着乌鬼一样常会的青铜鸟的形象 它们在三星堆的谷锅中如此密集的出现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古代典籍中有最早的三代蜀王的记载 它们是蚕丛 百贯 鱼符 这些鸟的形象被专家认为与鱼符式关系密切 这棵青铜树上一共栖息着九只鸟 它们都长着与乌鬼相似的常会 并被赋予浓厚的宗教色彩 这只被译为国王神杖的金杖上面 同样刻着鱼和鸟的形象 三星堆古城就是古属渔福王朝的都城吗 许多研究者认为 古文献中的渔福的字面含义 就是今天用于捕鱼的乌鬼 渔福式与蚕丛式一样 都是来自敏江流域的部族 渔福或许是蚕丛的分支 它们早期可能在敏江与平原的交汇处渔猎 之后进入平原的大片胡召进行捕捞 在范神的远古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渔福鸟 成为它们重要的神志之一 时至今日 在人们的印象中 关于三星堆王国的所有形象都是诡异的 三星堆古人没有留下一谷 因为没有参照物 专家们也无法判断出三千多年前 古属国人的形象 不论蚕丛式或是渔福式 都与史书中的描述更为接近 而与事实究竟有多远呢 面具上高壁深目 半人半神的形象 带来研究者和普通人的种种猜想 有人认为这些形象 来源于西亚和近东地区 并在当中找到关联之处 更有甚者认为这一切来自地球之外 我只是约托这个 즉 score 我先认为我 宇宙的G道 的地球 我们的地球 也认为是在地球 也认为这些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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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认为了 我们也认为了 我们是在地球 有些石研究 没有 前1 是疑传的石研究 很多雕 很多很多的雲 魚鴨 還有就是魚鷹也很多 魚鷹就是所謂的 就是大家喊的就是 鹵子 學民講鹵子就是魚老蛙 小打魚全都特別多 不僅有魚 還有魚 還有什麼 龜啊 鳖啊 這些都不少 過去的貨道要往前 往北方要搞得 像鴨子貨的話 我們現在的家 原來前面還有大概有半年 有將近半年 現在我們家的原諾已經在河中 所以三星的這個 古城牆的椅子 白城牆早就不得了 去圓就是 很可能就是這個水系的 改道已經把它圓了 劉少聰是一名編劇 從小生長在鴨子河邊 在他所生活的這片土地上 爆出的驚天秘密 使他對自己的家族和血統 產生了種種揮之不去的 聯想和情結 多年來 他把自己對原古蜀國的 許多猜想 發現和觀點 結集成獨到的學術專注 或許是因為職業的緣故 他更希望尋找到一種形象的證據 在劉少聰所公職的劇院中 他看到了現實中的縱墨人 這些人在特定的時空中 將自己的形象 強調誇張成想像中的各種人物 也包括鬼神 這是源於當地的一種古老戲劇 《川劇》 劉少聰對三星堆同像 縱墓眼形的理解 來自於眼前的生活 《川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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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用耙子把眼睛勒起來 所以包頭把它插起來 這要表現一種威武的效果 所以看起來 這個化妝習慣 就影響了我們的朝向 至於這個一個人潰 恰恰就跟西亞人 長了一個串連複絲 基本一致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朝向 實際上就是蘇人的朝向 而不是外星人的朝向 此外還有來自地獄 歷史和民俗的形象聯想 這當中也許就包含著真相 這個眼睛的一切 人絕對不會長成一個 馬眼睛全部是一切的 它就是一種裝飾的習慣 這個解放以前到現在 山區裡面 四川人都有包帕子的習慣 包帕子就是把眼睛列起來 古老的巫術儀式 在今天敏江上游的槍寨中 依然存在 巫師們帶著各種 頭式和面式唱經 唱經的那種 正是槍族人的創世史詩 學者們從中發現了 與古蜀歷史的驚人吻合之處 按照史記的記錄 蚕蚢是興起於蜀山 也就是今天的敏山 不同時期的史記 對蚕蚢及其不足的描述 都有相似的內容 那就是縱墓和生居食屋 死葬食官 古老的槍族史詩 被金人翻譯出來 當中說道 古羌人出入敏江時 與當地土著戈籍人的戰爭 戈籍人士居敏山史屋 死葬食血 被羌人用白石擊敗後 兩個民族開始融合 依據古文獻和大量研究材料 蜀人的祖先 被來自青藏高原的古羌人 劉少聪認為 在現存的屬於 底羌族系後代的藏人 羌人和夷人中 能找到與三星堆 面具形象相關的蛛絲馬跡 這種聯想 來自於一次偶然的發現 這個還是很偶然 有一次外面就在招呼喊 收破了 收帽子 我就買一些雜誌來清理 中間就突然翻了一個圖片 這個圖片就是一個 一處火把劫的時候 一個一處黃鴨的圖片 他的鼻子特别大 我一下子就早给三个人去想起来 我也就回忆起来 我早年五十年代初期 我在疫区 当时我们部队在疫区 我也去京阳那一带 那一带有很多美女 当时鼻子都很大 所以就回忆起来 我开始就觉得越来越觉得 可能跟这个任中有关系 以后再加上有一个学者 四川一个很有著名的学者 人来强先生 他就认为这个苏人 是从枪堂那边过来的 是枪人的一支 一族美女的拍摄者 为画家何哲生 也许是一种巧合 作为画家的何哲生 曾攻之于四川省博物馆 除了发掘者外 他是第一个看到 三星对青铜像的人 并主持人 并主持布置了文物的第一次展出 按他的看法 作为艺术品的形象 即使夸张变形 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 保持着与生活源头的联系 形象 带给刘少聪的启发是巨大的 他的脑中浮现出 从青铜面具到骨腔人后裔 再从骨腔人 骨鼠人 回到青铜面具 这之间若隐若现的逻辑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 古称残陵 在史迹和传说中 它是古蜀先王残从的生死故地 1933年 一场罕见的大地震 使整个古城完全消失 刘少聪先生在书中记录 他曾沿泯江北上 到达新的残陵镇考察 1933年以前 居住在这里的腔人 被称为残从腔 今天 镇子中的许多人 仍然称他们是残从腔的后代 镇子的一旁 就是1933年大地震形成的幽深海子 水下沉寂着一座古城 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草敏江发源地 至成都平原三百多公里的流域中 主要居住的羌人和藏人 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仍保持着从山地到河谷的古老形势 很大程度上 现代考古学 有时会与史籍中的故事 甚至历史真相相遇 相应于羌族的创世史诗 上个世纪初 考古学家果然在泯江流域 发现了石棺藏 在后来的发掘中 大量的石棺藏不断从这里出土 石棺藏中随藏的有各种陶器和青铜器 除此之外 就是藏资奇特的墓主 这是否就是史籍中记录的 蚕丛时的藏俗呢 因一些学念仍然来自于石头 史诗中 羌人曾用白石打败敌人 白石今天仍是他们的神志 这些用石块勒气而成的房屋 是羌人的主要生活空间 他们是否还隐藏着古代文献记载中 古属人居住形态的流影 在泯江流域的枪寨中 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 这些与三星堆青铜像 具有某种关联的形象 如果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形象 真的来源于此 研究者们将进一步证实 另一种推论 作为蒙古利亚人种的 古老游牧民族地羌族 曾在昆仑山和天山脚下 生活过很长时间 这里是曾经聚集过西亚 中亚 甚至欧洲人种的地狱 羌人在家四处迁徙前 曾与异族融合 这些分别越过金沙江 亚龙江 八岩卡拉山口 和敏山的古羌人 成为现代仪藏羌人的祖先 这或许是今天 这些民族形象特征的真正来源 整个敏山 它都是从西北往南 往南分布的 我们四川这一块 就民家上有这一块 它只是民山的南段 南段 它的北段 中段北段 它都在西北方向 所以从地理的环境 从古文献的记载 和考古资料来看的话 民家上有这一块 蝉虫市 它的先民是羌族 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在支公元2005年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 并揭示出三星堆遗址 东 西 南面的古城墙 但北林 鸭子河的城墙 却始终未见踪影 也许正如许多人推测的那样 它早已消失在远古的洪水之中 根据历年来 对古城墙 和遗址区房屋建筑遗迹的解释 推算出的三星堆古城面积 已达3.5平方公里以上 想象中的王国渐渐复活 许多年后 人们仍然在问 如此繁荣兴盛的王国 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 关于它有许多猜想 戏剧性的政权更替 事宜的战争与死亡 然而洪水 是考古者找到的 唯一现实证据 如果真的毁于洪水 三星堆古国中的人们 又去了哪里呢 在文献中 远古蜀国共有五代国王 残葱 百贯 鱼服 杜鱼 开明 与前者的缘起不同 记载中的开明事 来自长江中有 他们都与水患和治水有关 对古蜀最后王朝的研究 在上个世纪已取得成果 开明王朝的时代 相当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2000年 从成都市中心出土的 开明王朝王族传官藏群 为这个王朝的历史画上了较为完整的句号 然而 在三星堆文化器物 与开明王朝的器物间 专家们找不到内容和形式上的承接关系 他们认为 中间的缺缓 可能是古蜀王朝第四代中的杜鱼时代 这就是三星堆古国消失后的那段空白吗 2001年的春天 在距离广汉三星堆遗址40多公里远的成都市郊 一项正在施工的建筑工程 带来了地下的惊人秘密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赶到现场 渐渐地 一个埋在地下的巨大王国出现了 根据发掘地点的名称 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 并发掘着城墓 他们相信 这一切能够解答三星堆古国消失后的真正取向 这些总重量达一吨的出土器物 仅仅来自遗址的一角 这尊青铜人像与三星堆青铜大理人像 有着相同的手势 金棺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金手帐上的图案酷似 他们是鱼 鸟和人 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黄金面罩 与三星堆青铜巷上的金面 风格寂静一致 三星堆古国中的太阳轮 在这里被另一种形式的构成所代替 但他们可能表达着某种相同的精神 最重要的发现 是来自一只具有长江下游两主文化风格的玉丛 它使我们相信 远古的长江早已是人类文明的通道 强人的古老生活方式原始地保留下来 巫师口述着他们遥远的史诗 如果能回答他们为什么会留在这里 也许能解释三星堆遗存中浓烈的神话色彩 这些来自远古的神圣器物 仍被供奉在庙堂般的博物馆中 后人为他们所在的时代做出定义 三千到四千年前 这里有中国长江流域 唯一的文明古国和青铜盛事 几百年后 长江中下游才进入真正的古代城市文明 三千多年前 这些人正在逃离家园 暴风雨和洪水已经围困了他们的城市 无法带走的至高无上的青铜神器被砸毁 灼烧后草草埋入泥土 当更为巨大的洪风来临时 人们已经消失在天地之间 正如学者所言 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 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途径 这里是长江上游 浮出古术最初的眉目 却又隐藏他最后一片拼图的三星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